郭文貴議員 歡迎各位世衛行動團的夥伴 從日內瓦回國 我要感謝大家的努力和付出 站在第一線爭取台灣及全球的健康人權 大家辛苦了 雖然很遺憾 今年的WHA受限於政治因素 依然沒有將台灣作為觀察員的議案列入議程 讓我們看到世衛行動團多年來的努力 已經展現成果 去年我們衛福部跟捷克、加拿大、英國等國衛生部 簽署了一位合作備忘錄 在今年的雙邊會談 也洽談實質合作的工作項目 另外今年行動團在日內瓦進行的雙邊會談 場次比以往更多 會談的官員層級比以往更高 並且呼應WHA的重要議題 跟各個專業一位團體合作舉辦專業論壇 這些都證明了台灣對全球公衛和健康人權的貢獻 台灣參與世界衛生事務的腳步不會停下來 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也一年比一年強勁 今年WHA共有26個會員國以及觀察員身份的歐盟代表 直接或間接支持台灣參與WHA 這也代表了在確保全球衛生安全上 台灣是國際社會上不可或缺的一員 健康無國界也是基本人權 新政府的目標要打造健康台灣 不僅要讓國人活得長壽又健康 更要發揮台灣的公衛醫療實力 加深跟各國的合作 共同促進全人類健康及全球永續的發展 我要再度感謝各國對台灣的支持 也要再次感謝四位行動團 以及所有一起打拚的海內外朋友 就如同民主台灣照亮全世界 未來我們會跟世界各國持續深化夥伴關係 建立更具強韌的全球公衛體系 讓健康台灣造福世界 讓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